各位大家好,這個是亂世一周的時間,是2022年1月9日星期日 應該是我們亂世攬炒的頻道,蕭公子是第一次在新的一年跟各位網友見面的 這一集會放上Youtube在花生台HK Peanut的頻道裏面 讓大家作為一個視聽,再一次在這裡宣傳一下 因為我們不定期會將蕭公子平時在Patreon上做的節目 有一個我們那時候答應的一個月會放集免費視聽給各位網友聽 但這段時間都知道,事跡亂世 蕭公子,我忘了在《立場》還是《眾新聞》也有你的專欄 有沒有上一個文?也有的 不是專欄 不是專欄,只是引述一下 所以也是嚴重的 所以我們上個月應該沒有一集視聽版 斷世頻道的視聽版還未放上Youtube 所以現在我們重拾這個習慣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尤其是現在資訊進入比較貴乏的時候 我們少了很多不同的新聞的資源 大家就希望多一點給此交流 能夠保持著我們對事成的真相 又或者背後的脈絡的認知 讓我們掌握著世界的脈搏 這個也是認同蕭公子當初教我們的 時政亂世最好就坐下來 讀書 Sit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想多一點,提多一點 磁形保態 所以今集也有另一位 Cristian的博學嘉賓冯博士 在這裡和我們一起的冯博士 你好 因為在Youtube 有機會介紹一下馮博士 和各位網友 馮博士你的專精的地方 也是和醫學相關的 是不是? 我自己就是關於一些公共衛生政策 以及一些醫療政策的方面 原本的 我們這些都 是的 在這個時間 我們這兩天 我們不得不提 一個很出名的生日會 今天正要請兩位 點評一下 因為在這兩天 大家已經有非常多的討論 無論是坊間 我在餐廳吃東西 背後的大姐 已經在這裡說 以及我們網台界很多友好 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已經評論過 所以在做一些雜誌節目之前 我也在想 有些什麼 我們未講過的呢 但其實在講到尾 我想著 其實不如就是 不需要有些什麼 避忌 由兩位親自用你們的專精 各方面的經驗 尤其是蕭公子 你出入這麼多上流社會 去開這些派對 應該不少的 是不是? 很多內情報告他們聽 又放我上台 好了 交給兩位 我相信 真正正的技術專門 我覺得馮博會清楚很多 因為這次抗疫也好 怎樣也好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他們現在擦邊球 還未正式下晚市禁令的時候搞 所有事情都合法的 主人中都出了通知 叫他戴口罩 是這樣的情況嗎? 馮博 這些反而我現在不在香港 可能你們比較清楚 他這樣說 他這樣說 真得在香港 可能是小公有多些 所以 今天有一些新的發展 就是講我們剛剛過去的星期五 原本星期五大家開香檳 原本大家打算沒有糖吃很慘 但是大家開香檳的原因就是 林鄭一次過攀了所有 這個熊門壽宴 參與熊門壽宴的參與者和他們的陷家 就是進入了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觸高灣 觸高灣的隔離營 好了 因為昨晚最新的情況就是 有多一條傳播鏈 或者那個患者確診了 原本就是那個茶莊的太子女 說他是確診 因為他九點半之後才現身的 所以就是九點半之前那些 就可以免檢 但是接著就發現了多一個 所謂港台的普通話頻道的記者 名字叫楊子晶 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出生的時候 已經想定 一定要做這個 楊子晶來香港做事 或者要有什麼原因 一定要立志做香港的代表 改了這個名字 楊子晶的檢測就是楊姓 初頭 他九點半之前已經被握頭了 很辣大劑 就是所有那些去過 很多官員都說的 只是現場鞠躬的工 他們去了現場 就是跟生日的事主拍了一張照 紅維文議員 接著就走了去 不行 那些都要拋進集中營 包括了入境處長 警務處長 前開關關長 文政事務局局長 全部都進入集中營 好了 今天有一個急轉彎 就是我們袁國勇的醫生 看了VAR 應該這樣說 就是重新覆檢過這位 就是港材的檢測 他的檢測是假陽性 原來他老公是醫生 他跑到他老公那裡檢測 然後就說 袁國勇就說可能 他的檢測是隱藏了 所以他沒有確診的 所以九點半之前去過的那些人 就全部都放出來了 但網民當然比較少留意這些技術的問題 留意到一個重點就是 他說他有個老公 為什麼他的老公不是在集中營 抱歉 不是在築高灣的隔離營裡面 為什麼袁國勇就跑到他診所那裡福檢 原來他老公就不是他老婆的密切接觸者 但是和那些洪惠文 那些官員 全部都是密切接觸者 整件事情 有其他內庭在裡面 變成大家網上討論的話題 甚為古怪 所以這個假洋性 真洋性 你覺得有沒有做妹 因為坊間 雷文的角度 就是很多陰謀 就是把官員混進去 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使用九牛二虎之力 找個理由 要放出來出來 那馮國是不是這樣呢 你覺得是 我已經 跪圈真亂了 現在這些 很難知 不過我想很難免會有這樣的印象 就是你很養衰 然後要找個方法 或者可能有人吵過你 結果會找個藉口去放 但是你說 驗的事情 為什麼每個人都 你知道解洋性都是有發生的 其實你驗這些是否百法百準確 其實不是的 為什麼是這個人 還有只是他呢 這個又是很有趣 不過我就這樣看 他如果純粹是林鄭 就是玩夠他們 然後叫他們進去 然後才放他們 就是令他們覺得 感恩 就是立刻覺得 哇 你立刻 下馬威 下馬威 讓你們警戒一下你們 要不然呢 一開始應該就要等著 然後就說 我們要等多次福檢 才運進去 還是怎樣 應該是這樣 但是這個就真的很怪異 非常怪異 其中一件事就是說 她那個醫生老公呢 就在診所裏面幫人打針 然後呢 打針之餘呢 就可能是環境污染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 帶了老婆去殘廁裏面 做這個檢測工作 整件事是很古怪的 為什麼難怪我們的主持人 坊間這麼多謠言四喜 很難自信 但是殘廁不是帶老婆去的 殘廁就是整體 大家都知道 怎麼帶老婆去殘廁 整件事是詭異到不得了 但是那個觀感或者政治的效應 就是覺得這群權貴都有特權的 我做這個有一成的望月樓的員工 又不見你這麼辛苦 找一件解揚性出來 放我出來 就是由整件事開始到現在 基本上就已經我覺得 政治觀感就不能挽救了 但問題就是 不過政治觀感有什麼所謂 對於林鄭或者政府來說 去到今時今日 是不是 不過就是好笑 整個連鎖反應 這個真的要聽蕭公子說 就是這群人 究竟他有什麼心態 是在這裡 幾十歲人 還開這個生涯會 當然林鄭公子開生涯會 請我們我們當然到了 是不是 那一隻又不是 流出的照片都甚為不打 是嗎?又有新照片嗎? 是嗎? 這個 簡直就是皇帝的待遇 三公六丸 全部都被動了 那群大媽在這裡 真是笑死了 張達明那張照片 大家已經做了對照 沒錯 那張照片已經廣為流傳 皇帝的待遇 這次好像所說 這個難題在於什麼呢? 難題在於 居然在這麼敏感的時刻 這麼多人 所謂的政治精英 Coin Quote 政治精英 是真是簡直白癡 到好像街邊大媽一樣 流水演 百多可能不止180 因為據報有某些 就是前明星就說 過門而不入 見到人多就不進去 那隻的嘛 所以可能遠遠不止180個 況且另外又經常見到那個可愛的肥仔 海關的肥仔 第二次出事 都是他 居然好像沒有 安心出行 實際上有幾多人 什麼時候說得清 是不是真的九點半 其實現在是沒有人相信的 是亂到不得了 難道是走過三角公走人 那隻嗎? 你不合理 是完全不合理 基本上這件事 主持人說 政治上已經是不可能挽回的了 所以大家留意政治上的表態 每一個被譴責的高官 或者議員 第一件事 他 叩頭認錯 是說對不起中央政府的 第一句 全部都是 是官式文章來的 標準動作 反而不是說對不起香港市民 所以這件事大家看在眼裡 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我想已經不是一個所謂醫學政策的問題 稍後馮博也要給我補充一下 Omricorn的情況 隱形傳播鏈 一回事 你時間九點半前幾點半後 是不是真的這麼誇張 我想這件事 技術上的事 反而很多人未必有留意到 我想這些技術要留在什麼 馮博評論 就可能會多一點角度 跟大家分享 因為政治上的事情 大家已經笑得都滾在地上 還有什麼還未玩 怎麼這麼說 主持 但是大家想了解一下 究竟這班官 第一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空 即是那些紀律部隊 真的很喜歡去犯局 去完一劑 還不夠 你想一下 被人抓到的就是這兩劑 殺劑上 他們平時去多少犯局 這班紀律部隊受搶 為什麼肥仔會這麼肥 很明顯 是的 即入境署 雖然一個 稅數他們不用再操職 應該是 管理層的話 但也不用這樣 因為我們連續 在灣仔 那宗隨緣會之後 連環結 入境署 每個人都要收鮑魚 是的 林鄭匯迪彪 林鄭匯迪彪 剛剛那頭說完 你以為看到一隻鮑魚 你起床嗎 我不是 結果那些禮品包 禮品包 是真的禮品包裏面 有隻鮑 那時候還有 有人拍到 我不知道是哪個媒體的記者 現在應該是很難的 所以 有這麼多個飯局不去 有這麼多個飯局很去 還是這個飯局特別重要呢 這個生日的項目就是 有人說這傢伙 是不是人大這麼厲害呢 那不是這樣理解 政治上的說法 就是前海現在最新的國家有任務 先前由這個所謂新田地 就是爛地一塊 進展到什麼任務呢 就是要做香港的後備金融中心 說就是這樣說 問題是說了很久 那當中實在是否有什麼 我們不知道令到官場裡面這麼起控呢 所以我想現在那個陰謀論 在說這件事情 就是爲什麽一個無端端 無關痛癢的 所謂前海開發區 那個負責人 會搞到香港官場 各個排隊 聯絡官用 是啊 都好像一些榮譽會長的朋友 都不知道有沒有實質的職務 我看到有些記者 或者甚至是本身是內地背景出身的 是 那些記者都說 都不知道這個前海聯絡官 我做記者都沒聽過要跟他聯絡的 都不知道他做什麽的 是很曖昧的 是超級曖昧的 那就是前海的開發區 本身的開發方案都是超級曖昧的 當初的說法 很久以前的說法 就要再做新香港 甚至說到一切要按照香港的 好的東西來抄 香港2.0來的 包括了又要用這個 習慣法 又要用這個 國際法庭仲裁 甚至說有很多東西 就好像香港那樣 不用你審批 自由貿易 金融開放 就是講到有多好 得多好 所以當初那個所謂前海開放 比深圳更開放的東西 是甚囂塵上 後來這個東西 就是早過大灣區的了 先有前海項目 後有大灣區 難道前海過了這麽久 其實除了炒地皮之後 很老實 大家都看不到有什麽搞 地鐵都通了 地鐵都通了 地鐵都賣光了 還是黃沙一片 大家在那裏建房子 先前有說過 早到早優惠 包括了 例如說租任信貸公司 拿個牌照 其他地方拿不到 前海可以批給你 所以都是叫做擾讓那一段時間 就是那句 指紋樓梯響 到什麽時候前海 真是落實可以開發到呢 其實大家又是看不到 所以變成就是 會不會說 現在真是又再吹北風 即是香港現在不行了 不肯定了 前海那個所謂香港後備方案 真真正的出台 會不會這樣的東西 現在傳到這件事 但這件事其實有所謂的perfect storm的感覺 即是你說在坊間裏面 為什麽連茶餐廳阿姐 當然這個不出奇 因為做飲食 他們當然是會在這 問候娘親的 影響到她本人的東西 那當然 好像大家這樣說 那件事其實是星期一 一月三號搞的 那時候都未說 變相要再夜晚禁堂吃 但是那個觀感為什麽這麽差 或者大家為什麽要起床 甚至拍攔手掌 當你們這班人全部 全部全部送上去集中營的時候 就是因為 當你要實行一個嚴厲的防疫政策裏面 然後爆出你們這班人 高官在這麽開心 在搞生日派對的時候 大家就有感覺就是 周官放火那件事 這是第一個perfect storm 第二個perfect storm就是 這個先涉到深圳 剛才小公子提到前海的問題 而深圳 因為這兩天 剛剛宣佈了深圳 都很大機會 似乎是封城的 深圳是首先說 有些個案出現 然後又說勸喻居民 沒有必要不要外出 這個勢似乎是 好像要走西安 那些很嚴厲的封城政策 而偏偏就是 現在大家就很擔心 我們這裡做了這個勉責聲明 我們是擔心 我們不是幸災浪漠 我們很擔心 這個 因為去完生日會 有很多立法會的政要 在這裏 新科議員 而當中 你不知道 1月3日開完P 1月4日他們很勤力 輸完之後 應該馬上立法會開工 好了 開完工了 到1月5日 就有部分的立法會議員 就是有20名議員 就由這個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率領 就去深圳 就見了我們 這個港澳辦 夏寶龍主任 然後在深圳見的 深圳見完 現在深圳就告訴大家 咦 有零星的個案 那大家馬上就想到了 那零星的個案 不是就是夏寶龍主任 不糟糕 因為 今天我看到新聞說 傳播鏈出現了一個 長距離傳播 有一個隔20米 都中了招的工程師 因為和維園的 跳舞大媽群組 隔了20米都中招 那大哥 如果你去過的議員 中了招 傳了給夏寶龍 那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習主席 事必功親的 夏寶龍見了一些新科議員 就一定可能 立刻向習總當面回報的 大哥 那不是傳播鏈式傳播到中南海 會不會呢 大家都很興奮 我明白 大家都很關心 大家都很關注 大家都很關注這件事 大家都很關注這件事 問題就是那個傳播鏈 未必關注這班人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想 他們高風險人物 要見到這麼高層 你那個健康碼 你不是綠色 你不檢查過陰性 你可以近度 埋到他身 不要開玩笑 反而真真正正有可能 先前馮博也留意到 有很多香港和內地一定要重聚的人 其實就是快速安排 這個農曆新年 就是過了隔離期間之後 就到了 所以這幾個星期 其實排滿了隊 很多香港人 就用這個所謂配額 申請回鄉的健康碼 申請深圳家人團聚那一隻 同時大家記得 上個星期出現了一個很古怪的情況 就是有一位民建聯的地區幹事 交通意外 身亡身故 忽然之間他的家屬 不知道為什麼 又可以在深圳那裡 不用檢疫隔離 直接來到香港街邊做路際 也就是民間的交流 是相當頻繁的 不要以為表現實體上 風鬼了關 只不過很不幸地巧合 就是這群議員上去之後 就爆出這個所謂疫情出來 這個原因而已 但是倒數的日子 跟近期所謂中港團聚 就是家人團聚這件事 反而這個可能是觸發點 但是你有另一個角度 就是說其實 你在政府的內部裡面 都是比較輕視 或者不是輕視 因為認識到就是 就是Omicron這種變種 其實並不是真的 好像Delta是這麼嚴重的 所以其實沒有人是期待 林鄭突然之間一個急轉彎 聲稱被梁卓偉動了 這個01的說法就是 梁卓偉自己認 看了英國的過案 看多了一個零 就是說 英國 Omicron的死亡率很高 有幾千宗 原來最後看多了一個零 原來幾百宗 有沒有這麼儀欺 請教一下馮國 這是逢國答 這個 是 看 Omicron這個新的變種 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 有些基本的新聞也有報的 就是它的感染力是強於Delta三倍 沒錯 但是同時間它的所謂導致入院的比例是減半的 所以 重症比例少 對 它應該是會多了人入院的 簡單的計算 它是會導致多了人入院 感染也多了 但是 它變化出來的人的嚴重性就是低了 它那個感染呢 其實主要是在上呼吸度 所以它的全部性是強了 它的全部性是強了 其實它的病徵也變了 現在發現了 其實它主要是流感化的 它進去廢的是少了的 所以 其實它那些人入院是沒有那麼傷的 是真的 所以 都之前 上一集我都說了那些普遍的科學家的主 現在主流傾向相信它是一個好的方向來的 就是好的意思是它向著一個所謂 比較高的傳染力 比較低的致命性和嚴重性的方向發展 其實所有的疫情最終都是這樣的方向的 就是你在演化上的病毒需要生存 其實它就不可以弄到自己這麼毒的 就是這個大家都能夠理解到 它也要找一個方法令到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如果好像 它要弄到之前好像一些病毒很毒 很快地殺死宿主 或者很嚴重 就躺在床上 所以其實經過一些不同的變種 其實如果你相信一個演化的理論 就是它其實是在試著 在亂試 沒有人告訴它怎麼做 總之它就是不斷地爆發 懂得生存 對 嘗試到有一個變種它是可以很穩定的 隨著那個方向變成多汶人的情況 也跟人類最終可以共存 所以現在人們害怕 我們也延續上一集說 其實現在西方國家 它害怕的是一個所謂醫院的能力的問題 它那個載量的問題 因為你始終一下這樣來 其實它有機會頂不住 但是人們都仍然是所謂有戒備 開始要收緊一些所謂社交距離 但是其實他們是相信在下年的年中應該 即是今年的年中 應該是網絡大鄉的 就是整件事過了這一波之後 其實它的方向 如果是向著這個方向的變種發展 其實西方的國家是會回復正常 都是隨著大方向 都是回到所謂正常生活那裡 而我們閉台其實一直都是 在去年的年初同一個時間 我們已經是預測過這件事發生的了 即是西方國家因為有有效的疫苗 它是能夠和冰島共存的 而有些國家是不能夠的 假如你那支疫苗 是沒有咬的 你是沒有條件這樣做的 那麼根據這件事 我們也做了第三個預測 就是中港通關是不能成市的 有人怪我們嘩嘩嘩 是中了的 所以其實不能夠有意義 即是林鄭的說法就是想有一個 有意義的通關 即是有意義的通關 是的 但是其實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只能夠很少人做 因為這件事是為了國家安全 我們覺得是應該的 國家安全 是有國家讓你這樣對發 因為我之前也問過一些在大陸的朋友 其實現在大陸的疫情是怎樣 因為我們是沒有辦法從外面 任何資訊去拿到的 那些什麼中港組都死了 死了 我們做記者的功夫 就是任何貴公 有些日例去分享 其實現在大陸的疫情 肯定他就是 如果聽上面的人的說法就是 在東澳之前是不會有任何放寬的 東澳之前不會有任何的 缺失可以容許發生的 是不是 所以是不會有的 東澳之前也不會有 甚至乎他覺得在這個所謂 共產黨開派對的大會 在秋天之前也不會放鬆 因為他確保 是完全穩定 確保這個連任 就是永續的大大 是能夠很開心地登記 所以這個預測 我覺得是 這些基本盤沒有變的話 我們是為了原判的 不太容易發生的一回事 因為剛才說的 配額很少的人 會突然出現腦製 或者一些突厥分子 其實南向的一早已經發生了 南向的這個大家都相信有 這個一早 在上一集都說過 而你說香港人上回去 其實你是對等做一些小數的放寬 這件事情 那些人反而覺得就是 你這樣就要交代清楚 就是現在說的 那些基組人員被人撩緊 是不是 大家知道 就是他們會成為一個代罪羔羊 那其實你 磨心 其實老實說 你一早都放了很多人下來 是不是 是啊 我覺得 這些就 這些就一定 如果你的防疫措施收得很緊 那麼社會上一定會突然會找這些出來說的 這個一定要想 一定要怎樣去處理這個位置 尤其是現在聽主持人所說的 阿姐都在表演的時候 是啊 就是你一定會問的 你為什麼要我們結帳 這個跟上一年的情況有些接觸 民怨當然就不是反映了要投給反對黨 就是現在是反映了在我們投票 就是跟你玩而已 問題是這個 就是 過了開是神仙 已經投完票了 你下一次說投票 你是在說特首選舉 那 這些就 我想現在在Omicron出現 這個位置 其實對於正常 處於正常的世界 其實是一個 相對來說 是暫時需要擔心的東西 整個方向應該是樂觀的 但是對於一些本身是想著 清零 然後所謂要打贏這場戰爭的角度 就是我們不能夠投降 而你就很嚴重 因為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地方 就是他想著 自殘了 就是子宮 就是廢了自己的武功 不同世界通關 就是為了跟他通關 但是別人告訴你 其實我們都是不會跟你通關的 通不了 通不了 一早已經覺得 其實一早已經說了 你聽回我們半年前 我們一早已經說那些 你一直在吹 說有通關 就已經說是 現在怕我們被人面討 我們為了國家著想 我一直都說 維護國安出發點 我一直都說這件事情 香港成為國安最大漏洞 已經成為 你把我們分析正確 我是政治正確的 我是政治正確的 我第一天就已經是這麼說的 我們很偉聞 可能我們也是有人 有人照顧 聽我們的台 把這個重要的資訊 帶上去 然後防止這些 唯恐千雅不亂的 見死都會痛怪 我應該說不行 因為它 如果我們的說法 就是 大陸的 很脆弱 其實它是受不了 我問了上面的朋友 有幾個例子 我聽完之後 都嚇到傻了 就是 它其實那個體制 是 極度 無人性 大家都以為 當然 第一個奇怪的 就是西方國家 它好像仿佛 反而不顧人命 大陸就反而很顧人命 很奇怪 講兩講 看看 是犧牲了很多低層的人 因為大陸的檢測 一強檢是要自己付錢的 你無論端端中了 如果你當是望月樓 大陸的案例 是你自己課稅 三百六一天 三百六一天 如果你是一些民工的話 你是被人 就是你這樣運你半個月 其實你整年的施畜 你沒有了 你出去打工 所以發生了一個故事 大陸是封存的 就是在西安是封城的 之前 大規模封城 有個人其實是一些農民出去打工 沒有辦法 因為他用一些安心出行 會被人捕捉到 他沒有辦法 他會被人捕捉到 他的健康馬有追蹤功能 是 最終這個農民是走徒步 由西安 即是古時的長安逆鄉 走那一塊去看中 用那條路是什麼呢 就是諸國亮錄出奇山 就是斬鬥 他就是倒轉去走 真的沒有辦法 而這個是他最後是走到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其實是很艱苦 而為什麼他這麼辛苦 就是說都要這樣做 因為他真的沒有辦法 如果你被人捕捉到 你是一年出去打工的錢 不只周到這麼簡單 他基本上是沒有可能搭任何交通工具 是啊 他一搭交通工具就死了 所以他只能走路 而當然他們這些 他們最終是 這個鄉文是有辦法 做到這個諸國亮都做不到的事情 可以出到奇山 出到奇山 厲害 沒錯 所以這個故事在上面 其實也是很多人在流傳的一個故事 而你看到他的體制是以下面的人 以一個很高的代價 你還聽到第二個故事 就是說從來有些人是需要經常出國的 所以回到國內、內地 那怎樣是可以暢通無阻呢? 就是他一落機 或者一到達到城市的時候 一定叫車子走去市內的 例如公安局、市政府大樓 所有黨的機關 他用於施司 就先轉幾個圈 因為原因就是 你內地的健康碼 那一見通 其實有一個叫做時空伴隨者的Grid 就是一個幾百成幾百米的範圍 如果你在那個範圍裡面 逗留了一定的時間 而那裡有確診者的時候 就注定做黃標 其實我發現 去到這些省市的黨 或者是政府的重要部門 鬥了幾個圈或者逗留足夠的時間 就從來不會轉黃標的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這個Glitch很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另一個面向 但是其實我想跟馮博說的故事 都是一個銀的兩面 對於這個防疫的制度 我聽到說 因為那個一見通是倒了 在西安 那個一開始 你發現原來就是 這個軟件 你根本就不是設定 真是為了抗疫用途的 你真是遇到真正的疫情 出現的時候 整個軟件就倒了 那倒了怎麼辦呢? 那當然要找回軟件開發商 那些軟件的工程師 希望它去調整 然後因為所有在內地 你入辦公室 你搭車都要一見通 而沒有一見通的 倒了 所以軟件的工程師 是沒有辦法搭車 就算走路也好 去到自己的辦公室 都進不了去自己的公司 去調整這個軟件的問題 就是跟水停電的概念一樣的 一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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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倒了這新聞 去提醒大家 健康碼還是健康碼 剛剛主持的一見通 就是市政府作為地方管理的 所謂綜合帳戶 乘車就關他事 交錢就關他事 交管理費就關他事 單機的原因就是 他把太多行政功能 放在一個應用程式上 於是乎 拐指碼效應 一見通就全部倒了 這樣來的 如果大家不認識國情的話 提醒大家有件感事 所以這個病毒就變了駕飛 就是破拐指碼 破拐指碼 效果就跟北京停電一樣 你什麼都做不到 這麼簡單 不過聽完馮博這樣說 我們就安心得多 因為如果照計 就算何君堯組這個刺客 將Omicron傳給夏寶龍主任 夏寶龍主任就馬上 很勤力地上去北京匯報 當面匯報給習總 傳聞給習總 都好 似乎 按照現時所知的資料 Omicron都不是那麼毒 所以就算 應該不需要擔心中南海群組 龍體模樣 龍體模樣 除非中南海 就像維園一樣 有很多人每天都在跳舞 但是也不奇怪 也沒事的 不用擔心 我們這一節試聽的環節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們之後會回來的 因為我們每個星期做這個11週 都跟其他網友介紹一下 如果你加入了Patreon的話 你也可以在Patreon裡面 直接向蕭公子提問 然後蕭公子也會盡能力回應大家的一些問題 例如我們會解答 例如最近 保險界掀起一些風雲 即是說的士不受保 但是政府又接管一間保險公司 然後如果保險公司跪下 就說所有我們說 退保的保單現在繼續有效 這些事情 也都開正蕭公子一帆 所以也希望蕭公子解答一下 這些問題我們都會留在接下來 就是Patreon裡面 就是這一集的下半部 就是給各位Patreon本員聽回的 但是仍然希望各位網友 多多支持一下蕭公子 除了加入Patreon之外 也可以留意我們在Facebook 有我們亂世攬炒這個項目 就是蕭公子一些文章 或者是Patreon裡面 我們上載節目的最新動態 都會在那裏和大家分享 我們暫時就一會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是在Patreon那裏再見 下次見 下次見